優化的措施包括 一、是取消檢疫令 以及不再界定密切接觸者 但我們會通過確診者 向這一類人士發出健康措施的建議 第二、是取消疫苗通行證 我們會採取更具針對性的措施 尤其是繼續推動一路一路的疫苗接種 第三、是取消所有入境強制核酸檢測 海外、內地、澳門 以及台灣的抵港人士 都不再需要在抵港之後 或者抵港當天所做的強制核酸檢測 第一、改為是發出自行做快速抗原測試 到第五天的健康建議 第四、是取消所有社交距離措施 包括限聚令、1.5米的餐桌距離、每台人數上限等等 只是維持口罩令 這些優化措施將會在明天 即是10月29日生效 小學和幼稚園的學童 因為治理能力較低 會維持每天進行快速抗原測試 政府是會全面停止每天就住宅樓宇發出的強制檢測公告